今天天氣真是好,讓我去找紅蘿蔔吃吃 我聽到有人說話 兔仔,好吃嗎?讓我先吃 Rumi,被你嚇死我了 你做得這麼投入 我當然要變隻豹出來和你這隻雪雪兔一起玩 讓你沒那麼寂寞 還有,可以找雀仔和狗仔也可以 你又做得幾次 人的手的確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形象 又或者帶出一些訊息 這些訊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上 跟人溝通,甚至用在宗教儀式之中 這個真是被你考慮,我真的不懂 但是我見過一些法師 在道教科儀之中會做一些手勢 這些手勢,道教專稱為手印 道教手印發展得很早 早期稱之為缺 寓意這些是歷代思傳的口缺 道法會員中就曾經提到手印或者缺的意義和作用 包括了照神,增幅邪妖 以及表達道士進行人神感應時候的一種神通 手印可以說是道教法術之一 是一種人神交感的工具 有些手印比較簡單 只需要一兩隻手指就可以完成 例如這個手勢似甚麼呢? 似不似一隻鶴呢? 這個就是白鶴訣 法師上香時,很多時都會似這個鶴 就好像比喻法師的誠心隨著白鶴上達天庭 如果大家留意 除了在道教儀式入面見到法師俠缺 在一些道貫壁畫、神仙畫像入面 不同的神明都會手持不同的手印或者手缺 這些手缺都可以顯示出那一位神明的神能 尤其象徵他們的威能 例如我們常見的黃靈觀法相入面 黃靈觀通常左手都會手持雷缺 又或者是靈觀缺 而另一位大家很熟悉的道教神仙 黃大先師 在香港流傳的畫像中 通常都會是右手手持足將 左手手持手缺 還有斗魯元君、鎮武大帝等等 在很多畫像之中 他們都會手持手印又或者手缺 所以手印或者手缺 在道教信仰入面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不過有些手印就比較複雜 需要連同咒又或者傳相 甚至是法器來用 咒簡單來說可以是一套天上的語言 是人同神交感的特有語言 其實法師墨咒的時候 很多時都會結合手印來使用 除了法師會用到的手印之外 一些手印或者手缺 也有導引信眾修煉得到的作用 例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八大神咒之一 金光神咒也可以配合手缺 講到這個手缺就要講一下手 我們的手分了不同的區域 我們可以將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配上去 金光神咒中 念到體有金光、身有光明、金光出現的時候 左手都會合著五文 象徵三光聚頂 這個五文都很重要的 平時都可以持止五訣、手抱太極 雖然我們只是一般修行 未能夠可以好像法師一樣 氣沉、丹田、以神結合種種的手印 但是我們都可以保持著一個清靜、平靜的心 持這個止五訣、重經念咒 對於一般的修行都有一定作用 你剛才看過的是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 如果你都喜歡我們的節目 應同我們宣揚道教思想的理念 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們的營運開支 大家可以將線款以支票的形式 基督來逢迎線管 支票背面著名是支持道通天地營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同共運大盜,道祖保佑 希望也會看到你 地營運